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普京2月24日下令入侵乌克兰以来 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实施了空前的经济和金融制裁 试图将俄罗斯孤立于全球主流经济体系中 G20峰会将于今年年底登场 报道援引一个G7国家消息来源说 如果俄罗斯继续留在G20该组织的作用将减弱 印度尼西亚在面临来自俄罗斯的压力 要求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排除在G20议事日程外的同时 也面对西方国家可能抵制G20部长级会议和峰会的可能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则回应 俄罗斯是G20中重要成员 任何成员都没有权利开除其他国家的资格 再被问到拜登总统这个星期在布鲁塞尔与欧洲盟国 卫武期间是否会推动将俄罗斯从G20中驱逐时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中二表示 相信在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中 俄罗斯不能像以往一样了 路透社还报道 俄罗斯驻印尼大使柳德米拉沃罗比耶娃 周三在一个记者会上宣称 俄罗斯总统普京计划参加今年晚些时候 由印尼主办的巴黎岛G20峰会 他还表示将敏感政治议题注入G20的议事日程 将是适得其反的 不过一名欧盟消遣事也证实在各方讨论 俄罗斯在即将到来的G20系列会议上的地位时 今年G20的轮值主席国印尼已经非常清楚的被告知 俄罗斯出席即将举行的部长级会议 对欧洲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与此同时 俄罗斯在其他多边机构的地位也遭受质疑 世界贸易组织官员表示 许多国家的代表团拒绝与任何形式 与俄罗斯同行会面 一位西方国家的消息人士表示 是不愿在世贸与俄方接触的国家 包括欧盟成员国 美国 加拿大和英国 但是随着G20部长级会议 6月会期的临近 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平民攻击 及屠杀的升级令 令西方国家驱逐俄罗斯的立场更加坚定 印尼不太可能在避免作出相关决定上继续拖延 其实对印尼来说 普京自行退出今年G20峰会 是印尼官员们求之不得的 在中共外交部例行会议上 汪文斌被外国记者问到 美国和其西方盟友 正在评估 俄罗斯是否适合继续留在G20组织中 北京方面 是否会认为俄罗斯有保有会员的资格 汪文斌回应 俄罗斯是G20中重要成员 任何成员都没有权利 开除其他国家的资格 汪文斌还表示 G20是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 汇集世界上重要经济体 当前局势处于疫情之后的 恢复关键阶段 G20应实践真正的多边主义 加强团结合作 并且支持轮值主席印尼 按照既定议程 推进G20在各领域的合作 俄罗斯侵犯乌克兰受到国际社会的打罚 北京虽声称保持中立 但支持俄罗斯侵略立场明显 外界认为 因为中共对俄罗斯具有潜在的影响力 因此在制止战争上 北京扮演的角色尤其重要 针对乌克兰总统泽列斯基 发出呼吁要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 中共外交部却顾左右而言 他称中方与有关各方就乌克兰局势 保持着顺畅的沟通 回避作答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乌克兰总统发言人伊尔马克指出 泽列斯基计划与习近平举行会谈 这是泽列斯基旋风式线上访问活动的内容之一 目的在面对俄罗斯历史已近一个月的攻击之际 为乌克兰争取支持 基辅方面希望北京在结束这场战争上 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中共外交部23日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 有外媒现场提问 中方领导人为何至今尚未与泽列斯基接触 是否有相关计划 有报道指 乌中双方很快会通话 能否说明具体情况 外交部发言人汪门斌不愿正面回答 仅表示目前中方与有关各方就乌克兰局势 保持着顺畅的沟通 莫门斌重申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 向来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 独立自主做出判断 并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支持各方秉持安全不可分割理念 形成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架构 中方将继续为推动乌克兰局势 缓和发挥建设性作用 有大陆网友气愤的说 外交部说了一大堆废话应付乌克兰 却实实在在替法西斯普京打掩护 国际道义何在 中国人的脸面何在呢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被视为普京接班人 为了尚未处处迎合普京 真所谓逢军之恶 近十年来 绍伊古营造俄军形象有功 不但提升了俄军的地位 竟力让自己被视为总统普京的潜在接班人 然而随着俄军进攻乌克兰出现挫败 绍伊古苦心经营的一切都可能随时瓦解 随着乌克兰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不仅会受到国际社会的追究 并且可能被普京当作替罪羊抛出 虽然拥有陆军上将的军衔 但66岁的绍伊古从未当过职业军人 他是土木工程师出身 该专长让他在苏联解体前夕 成为应急管理机构的负责人 由于表现受到肯定 2012年他就任国防部长 但刚刚接下国防部长之职的绍伊古 面对的是一批萎靡不振的军队 绍伊古成为国防部长后 将重点放在提升俄军形象 首先是研发精良的新式武器 其次是改变军服 使其设计看起来更像在二战中 取得胜利后的苏联 并推出各种形象视频 大量的营销提升了军队的声誉 并吸引了年轻人成为职业军人 绍伊古也建立了相当的战功 例如2014年成功策划 快速并吞克里米亚半岛 震慑了推翻亲俄政府的乌克兰人 并让黑海舰队更加畅行无阻 2015年 俄军帮助莫斯科实现其在叙利亚的目标 反映出国防部的影响力 以凌驾外交部 绍伊古树立了俄军战斗机器的形象 而在克里米亚和叙利亚的胜利 帮助他进入了克里姆林宫权力结构的中心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研究学教授表示 长期以来 他一直被视为普京最有可能的继任者 从绍伊古声称美国帮助乌克兰发展核武 美国准备对乌冬青蛾势力 使用化学武器等指控来看 绍伊古在入侵战争中 并不是只有被动的角色 而俄军在近一个月后 依然未能夺下首都或任何重要大型城市表明 就算最终俄罗斯获胜 绍伊古以最小损失迅速推翻乌克兰政府的最初战略也是失败的 此次俄罗斯军队未能迅速占领乌克兰 这表明绍伊古并没有创造出他所追捧的可怕的战斗力 落后的后勤 有缺陷的战略和准备不足的部队 意味着任何胜利都将付出巨大的代价 而且占领也难以维持 绍伊古十年来建立的俄军形象已瓦解 据中央社组合报道 到目前为止 俄罗斯已折损入侵乌克兰以来第15名军事高级指挥官 俄国正出现二次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高级指挥官阵亡记录 俄国坦诚 这场清乌战争中已有近万名官兵阵亡 很难预测这对绍伊古将有何影响 他对入侵的支持表明了他对普京政治目标的忠诚 但行动失败 恼羞成怒的普京可能会拿他做替罪羊的 乌克兰战事吃紧亚太地区的危机并没有减少 随着俄乌战争的升级 台湾的安全问题将更加严峻 3月22日 台湾总统蔡英文以线上会议的形式 与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对谈 据悉蔡英文表示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种以片面武力的方式改变现状 侵害民主国家主权的举措 绝对不能容许在印太地区发声 安倍晋三称 二人一致认为绝不允许用武力改变现状的企图 蔡英文称 乌克兰人民挺身奋战保卫国家 跟捍卫民主自由的决心 让全世界都非常动容 也让台湾人民感同身受 台湾作为全球民主伙伴的一员 我们已经参与了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也已经启动了对乌克兰的人道就业行动 今后台湾将持续坚定和乌克兰站在一起 跟民主自由的价值站在一起 蔡英文称 期盼今后持续深化台制各种交流合作 共同促进区域的和平稳定 安倍晋三在发言中指出 台湾有势及等同于日本有势 以及日美同盟有势 台制所在的广大印太海洋 绝对不能允许武力片面的改变现状 因此认为为维持地区的安定 台湾跟日本共享情资是相当重要的 安倍晋三提到 期盼未来还有机会 线上跟蔡英文交换意见 她个人更期盼能早日访问台湾 再度与蔡本人会面 安倍晋三周二在推特上 上传了两人会谈的视频记录 安倍虽然目前在野 但在日本政界的影响却依然巨大 大家好 我们漫威TV最近开了一个全新的月月频道 用广东话和大家一起看世界 月月频道将会在星期二至星期六持续更新 我们新频道的连结就在下方 欢迎各位订阅和赞好我们的新频道 好了以上是本期万维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欢迎订阅和转发我们的视频